大家好,我是易若芬 2020年即将结束 你想听我演讲吗? 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 今年我除了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 一月份的时候有一场演讲之外 所有的演讲都换成了线上的讲座 本来12月希望能够回到台湾 到美丽的花莲和东华大学的师生们 一起来分享我的一些想法 可惜还是没有办法成型 一些朋友知道我在东华有演讲 希望除了实体的演讲的课室之外 也可以在线上听到我的发言 所以这场演讲就变成了线上加上线下 用Google Meet跟大家沟通 从1990年 我开始教大学 到2020年 刚好满30年 我在我的一篇文章说 我从拿黑板的粉笔 到写白板 从给学生印讲译 发讲译 到用PowerPoint上课 然后又从拿着麦克风上课 到录制课程影片 特别是2020年 对我来说真的学习很多 我也尝试用更多新的方法 跟大家交流 我在东华大学的演讲 主要的邀请单位 除了东华大学之外 就是阳墓文学研究中心 阳墓老师是我非常尊敬 崇拜的诗人 学者也曾经是我的长官 所以我特别选了两个题目 这两个题目都跟我对 阳墓老师的尊敬有关系 12月16号下午2点到4点 我的演讲题目是 一首人工智能诗的完成 认识文图学 12月17号上午 10点到12点 我的题目是 不道肖乡其有诗 文图学视角的 八景山水文化 如果您熟悉 阳墓老师的作品 可能已经发现 我的讲题 是向阳墓老师致敬 阳墓老师有一本书 叫做一首诗的完成 这本书对于写作者来说 有非常多的启发 因此我的一个讲题 就呼应了一首诗的完成 又加上了现当代的一些思维 我要讲的是 人工智能做事 就是AI写作 回想我和阳墓老师的姻缘 很有意思 大约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一些事情 在我生命当中非常重要 而这个契机点 经常就是阳墓老师 在1984年 那个时候 我是台湾大学 一年级的学生 我们和同学们一起办了班刊 阳墓老师那个时候 应邀回台大外文系讲学 我们这一群 阳墓老师的读者 趁着这个机会 去采访了他 2004年 阳墓老师 是我的主管了 我在中研院文哲所的所长 王静县先生 就是阳墓老师 那一年 我得了中研院年轻学者研究著作奖 主题演讲的主持人 正是阳墓老师 2014年 我主持台湾文化光点计划 当时 我非常希望 能够邀请阳墓老师 到新加坡来 这篇 采访稿的作者 是我的好同学 刘慧华 他现在在马来西亚教书 我们和另外一位香港同学 叫陈俊强 我们几个人 去阳墓老师 在台大文系的办公室 去采访他 我们编的台大中文系的班刊 四年来 每年出版一本 是我们非常珍贵的 在台大求学的青春记忆 在采访阳墓老师的内容当中 有一句话非常打动我 阳墓老师说 只求在创作过程中 有一点启发性的成绩 让别人也捡起来 共同努力 对于文学创作 对于学术研究 都是非常有道理的一句话 2004年8月19号 杨墓老师主持我在 中研运文哲所的演讲 我的讲题是 萧香八景之话意与诗情 所以你发现了 我12月17号 特别要讲萧香八景 也就是希望 透过这一次的报告 告慰杨墓老师 在天之灵 离开了中研院 杨墓老师 也离开了我们 但是我希望 我的研究 能够用 教成绩单的心情 让他知道 我持续在努力着 我在2014年 担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中文系的系主任 同时也承接台湾文化部的 台湾文化光点计划 我为我们的台湾文化光点计划 选了一个题目 是从奈何的作品里面想到的 这是用台语的观念来讲 叫做逗闹热 在逗闹热的一系列活动当中 我们也希望能够能够邀请到台湾的诗人到新加坡来 给大家做演讲 当时我打电话给杨墓老师 杨墓老师 他说他没有到过新加坡 但是他懒得一动 所以我跟盈盈师母说 能不能劝劝看杨墓老师 如果他愿意的话 是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高兴的事情 而且杨墓老师说 他没有到过新加坡 这怎么可能呢 他应该要来呀 一定要来呀 但是过了几个礼拜 我在打电话给杨墓老师的时候 师母说 杨墓老师 懒得旅行 以后再说吧 我也只好说 嗯 好的 尊重老师的想法 以后再说 很可惜当时我没有坚持 就再也没机会了 现在讲起来还挺伤感的 12月16号的演讲 我想要从人工智能写师 来给大家介绍 我所创发的 Text and Image Studies 中文叫做文图学 于是从文本图像的角度 来认识这个世界 我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讲题 跟大家一起思考 现当代的艺文创作和文化生产 受到了人工智能怎么样的影响 以及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因应 这里有当天演讲的报名表格 我也会把这个报名的表格的链接 放在这个影片的说明当中 12月17号的演讲呢 我要跟大家讲 文图学视角的八景山水文化 什么是八景是哪八个景致呢 我们可以反过头去想 哎 我们现在每一次旅行的时候 都要去拍照啊 去打卡呀 古人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他们拍照跟打卡的方式 就是写诗和画画 所谓的肖乡 概括来说是中国的湖南地区 可是到了南宋 哎 肖乡搬到了杭州和南京哦 这是一种移动的概念 后来又在11和12世纪 被高离日本越南叙收 以至于到我们现在 台湾 香港 新加坡 马来西亚 都有一些地方八景 我们可以用文图学的视角 来一起漫游山水诗画 我设想我们的演讲的情况 大概就会是和我今年9月29号 在中兴大学的演讲是一样的 大概是这样 就是现场会有一些同学听众 然后你们会看到 我在荧幕上面 然后线上的朋友们 也会在线上 跟大家一起来听演讲 这两场演讲的相关的材料 其中的一本书 是我即将在今年年底要出版的 叫做春光秋波 看见文图学 会有比较清楚的 有系统的 关于文图学的整体介绍 这次的演讲 我会挑几个重点 来跟大家谈 另外一本书是去年 我在新加坡出版的 叫做东章希望 文图学与亚洲世界 这是我举办的一场 学术讨论会的会议论文集 关于肖香八景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欢迎参看我的书 这本书叫做 《云影天光》 肖香山水之画意与诗情 繁体版是在台北李人书局出版 今年新修订的是在北京大学 出版的简体版 在内容上面有一些调整 而且增加了一些图像的材料 我创发文图学 而且又发起了成立 新加坡政府和可的社团 叫做文图学会 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 就是希望我能够把 我在学校所学的 在学院里面的研究成果 透过比较浅显易懂的方式 去向大众介绍 我们常说 现在基本上呢 大部分世界上的国家 文盲已经比较少了 可是我们对于美 有的时候就在眼前 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去欣赏 也就很可惜地错过了 感受美 享受美的机会 所以我在我联合早报的专栏上面 写过一篇文章 叫做扫美盲 讲的就是 我去美国开会 然后在旧金山的飞机场的贵宾室 看到了 你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 这个屏风 这是一个日本的书法屏风 然后在那里打扫的一个中年妇女呢 就跟我聊起来 然后她说 我扫了她的盲 就是形成了我今天的给大家看到的这篇文章 就叫做扫美盲 我想会听我演讲的大部分的朋友 应该不会是美盲 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 把美当成一种力量传递下去 在东华大学的两场演讲的报名时间 是在12月11号的晚上11点截止 请大家在线上报名 然后我会再把会议的链接 透过电邮发给您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个人网站 以及文图学会的网站 哪一个是我的 哪一个是文图学会的网站呢 你扫一下 你就知道了 我是易若芬 欢迎大家来跟我一起 学习感受文图学的美好 我们在那儿的文章上 我们在这里找人格的更好 我们在这个宫库上 我们在那儿的适合 我们在这里找人格艺 levant到一个门 两个随随观呢 好 我先感受一下